Hello大家好,我是迪克文,欢迎收看战舰世界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呢,可以点击下方的订阅来订阅我们的视频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们发布精彩的战舰世界的视频啦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们坑啦 哇,队友是青年正直的色命丸 我还以为叫青年正直的猛团,原来不是猛团,是色命丸 那么也是感谢本期的视频透露者 我们的寻浅三行潜水舰三番界一八 哇,这个名字好长,而且正常的名字好多好多啊,我发现 提供了非常精彩的一局,北卡的战斗 那么想要投稿朋友呢,主要方有文文的投稿邮箱 大家可以把录像文件占截图发到文文的投稿邮箱就可以了 无论是那个Top系列,你觉得也精彩的镜头 或者说是整局的啊,都可以发给文文 那么这里的话,想要带练的朋友呢 可以扫左侧的二维码联系我们家的翁翁客服 那么我们就可以啊,就说是轻轻松松搞带练,对吧 或者说是淘宝搜索啊,DK玩玩 那或者说是那个看我们的温温ID啊,或者加我们的QQ群的嘛 然后直接是找我们的业务QQ 那同时的话呢,想要买手机壳啊 其他手机壳以及啊,金北战舰模型啊 都可以说是来联系啊,来联系我们 那么看到这边二维码都有大家可以扫 这里的话,基辅一直是在描 基辅的话,他在看啊,鱼雷怎么来搞,对吧 看看他,哇,他准备要往回转 这一轮的话是提前量,因为19.8公里的话 的确是飞得非常的远 还是在驱赶他,但是 基辅哎,三不扎1600多 啊,没收到人头,可惜 都是说啊,北卡在改版以后 我觉得,在8级传统中的话 北卡是非常优势,除了他防空好以外 他的船头还硬,然后呢,设计还相当的不错 这个的话,都是他的一个优点 哇,我们的生命玩已经是拿到了一个人头 现在对面的话,好像啊,右边有一个罗恩 这里的话,巡洋舰居多啊,他们战略舰 还是一个比较靠后 二十几公里,是的确难打 这些的话,看看能不能把飞机 你可以稍微近一点,如果说是 防空多的话 7.2公里啊,负炮这种的话 都可以帮他实在 打飞机,这些的话是约克 约克的话是退了一下 8倍镜,看看不是很好打 今天拼战剑,极为魔法 突出一个打不过一个 这个话,长门,他还是考虑使用8倍镜啊 那么用8倍镜的话呢,好在于就是说 是我的一个提前量会好计算 但是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 在细描上面就会差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长门 哎,减速了 现在的话,很多人就很聪明 如果说有炮弹来袭 我直接加减速,对吧 这种的话还是可以比较有效的 来规避炮弹 这个作用会大一点 而且这些的话 要想办法切一切啊 这些的话,军阳竟然还没上来 哦,又打了一轮 迪密特里 17公里,我们来看一下 宋坦克,金币车 哎,哎,有效好搭 一番核心,直接2万全取掉了 其实我觉得,寻阳在内切外切上面 有时候会比较难打 敌人会瞄 但是的话,你在加减速的一个情况下 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好打 而且可以看,北卡这个炮塔的一个转动能力是非常非常强 你看,他转炮打速度很快 一花二前面是用右弦 对吧 一花二转回来 左弦又兜了一圈了 这些的话,节俭速 这里一路过去都可以打 而且正面的话,是战略 应该也不是很慌 这些的话,一个约克 看看他考虑是在哪个目标 约克 这个位置的话,会有难度 不要 我们来看看 这里的话,找他一个转侧身的机会 玩玩差不多也会是 这么这样秒 就说是在那个 转侧身的机会的时候 给他来一发 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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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一发核心 一万八 那么现在敌人大部队的话 扬岩在右边 那么左边是出云压滑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往这边传头啊 这边卡卡山 然后呢,这边是往右边来个骑士 哎呦,我看到出剑了 原来出剑在里面高啊 哇,这个我们认识 真爱自己人 原来出剑在里面高 有意思 这些的话,一个长门 再来一轮骑士 因为他们想要走的话呢 肯定是说 我往右下角走的 我们这边打一个交叉 火力一个侧身位 长门 哎,哎呦 哇,命里有事 终须有命里 无时莫强求啊 这的话又出了一发核心 三发核心已经是赚到了 而且那一发应该是消点的 一个伤害目前不在记录当中 哇,出剑妙高在冲 而且是12公里的一个距离 大家看一下 差不多啊 平改绝就是一轮骑士 12公里很近很近哦 很近很近哦 哇,两发核心啊 34,000啊 哇,直接踩了 哈哈 哇,出剑好杀 那这的话只有2300多点血的时候 富莱车在烟里面 可能都能吸杀 他现在是很难走啊 对,又是直接把他收掉了 对,又的话 一艘巡洋剑一轮 应该是炮还是鱼雷啊 直接是把他带走 乖乖 你的话 罗恩18点几公里 这个的话 在我们打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描的差不多 对吧 就是看运气 那么前面的话我没看啊 他这边可能是抬头看一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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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踩到上层建筑 描得很转 这个的话一般就抬抬头嘛 你就看 其实很多时候会预估 你打的时间多了 你可以看,对吧 船中心在哪 对吧 图标的话 船中心基本上就在图标之下面 基本距离啊 他几乎都是在这里 那么剩下的话就看脸了 哦 耿直的渊科 渊科要外切了 对,他感觉有炮弹来袭 哇 但是右边的炮弹又散步有点差 但是能不能中呢 中了一发 那然后并没有什么用 右边的话 还有收长门 长门的话 应该是大宝剑回血了 右边的话 北卡非常近 他们现在正面只有一艘亚华 那亚华将正面的话 打不出很高的一个伤害 我们在这里可以打罗啊 他们这种被逼走位会逼得很难受 还有这个长门 长门 来了 全速啊 全速的长门 看吧 哦 哦 哦 哎呀 描的稍微有一点点低 他不外 他不内切 对吧 内切就好了 而且在组队航母的情况下 你看这战斗机 哇这种防空区域打起来会很爽很爽 对面的战斗机虽然是两组啊 但是的话 他们就很伤啊 想要虽然是两组的战斗机在养 但是他已经是 哇 哇高达到现在不死啊 我们现在防空暴还在继续的打 这个打飞机能力太强太强了 啊 北卡18公里 18公里的话 又飞的比较远 而且的话呢 北卡因为背景低啊 他是45背景的 像那个 呃 到压滑的话 就90倍 但是压滑相对会 船头会比较脆一些 但是的话 北卡 对吧 算样子有点短没压滑来那么帅 但是的话 硬度还是非常强的 哇 罗恩出来了 看他外切啊 这一波就是逼他外切的 对吧 只要他外切 就可能要出事 哇他切的比不是很多啊 你的话船头还是一样话 右边一个罗恩一个约克啊 他打的是罗恩啊 不是约克 罗恩的话可以继续打 约克这里是卡住了山 那么同样 我觉得 这种位置的话 肯定还是打罗啊 还是打罗恩 罗恩看到我们船头在这里也不敢 就自己骗自己啊 这边他也是切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约克 约克的话是在往前开 往前开 哎 再来一轮 已经是非常非常近了 而且航母已经过来 他刺客船程减速好大 该你所办吧 一发核心五发半伤 直接满血带走 这种看 翔和的飞机打起来 还是会比较快的 哇 他只能投一颗下来 但是这一颗估计要重啊 减速的话也跑不掉 哇 六拳多 快进水了 这直接就交存管 罗恩往哪里跑 他们压滑是 压滑还在动 我还一直以为压滑是掉线的 哎 这个不动的时间有点长啊 而不然打 罗恩 哎 哎 掉射好的 七千多 那么像剑云低于这种血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有一个 叫什么来着 斩杀的效果 对吧 对面又来了一个最上 哇 怪怪 其实啊 巡洋和战略脱节是件非常亏的事情 当你单独面对 战略的时候啊 那么他一直是一个集火目标 对吧 如果说大家一起集火的时候 打起来会非常非常快 哎呀 这个对象是挂机的 啊 看看有时候打挂机 不一定会打很高啊 看看 哎呦一发核心还可以啊 就没办法说 我直接哇 一轮秒射 因为他还是有一个精度的 右边的话 敌人的长门北卡已经开始冲了 而且长门的话只距离我们15公里 如果说这个队上打掉 可以说考虑啊 回头打打长门 长门毕竟是停船 哇 吃肉了 他的吃肉啊 哎呀 你让我解说吗 让我这样怎么说吗 对吧 你要描中间一点吗 来来来 哎又是一轮核心 哇 爽了两发核心去了 对面的罗恩开始转船头 而且还是北卡 这的话应该不用管了 他应该是手动点了一下 轰炸机航弹 但是我们的損管马上就要好了 赶紧打 这的话 船头我觉得北卡对压滑 并不会非常的吃亏啊 来了 来了 罗恩 已经是没有路走了 这是一个机会 对吧 罗恩是完全没有路走了 来 哎呦 他内窃了 他也会玩会玩 这的话航母还在照顾啊 但我们这的话有 呃大宝剑还在生肖当中 然后呢 存管也正好在 哇 交叉火力 其实翔赫的伤害能力还是很高啊 哎 抢航母人头 哎呦 爽 哇 这的话被打得好伤啊 那个 想和两波飞机打起来是非常非常疼 这的话 先把罗恩能不能带走 罗恩想要内切 来一发吧 哎 描低了描低了 这个距离太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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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距离的话 其实描描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种角度的话 描低一点还是可以的 现在考虑一下 左边罗恩 右边压滑 那如果压滑转侧面的话 这个绝对不得让他走 而且他已经要花 已经开过炮了 开过炮的话 我们就有机会做起射了 呦 压滑这个角度好打 哎 兄弟稍微高了一点点 但问题不大 非常的近 核心区三发核心 该你锁吧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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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尤其是美西战连护刚这种的话 容易出使的看 打罗恩的话 我们就剪剪素 对吧 不要慌 我们就慢慢的剪剪素 呜 最后两个人头 到手的话 海怪就有了 罗恩 再打一轮 炮弹跟踪 该你说 拜拜 漂亮 而且的话 这样一波雷躲掉 另外一波雷的话 加速往前 诶 正中间 应该是一颗雷不吃 但是航马又在找我们 蛤蟆又在找我们 哇 还要吃一克 哇 罗恩的雷不能吃啊 罗恩的雷吃得很疼很疼 这样的话我们回回血就可以了 来 有冤的报冤 有仇的报仇 小鹤 17.8公里 这个位置还不错啊 好像他没动吧 有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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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动再动 再动 哇 家里还有挂机的 来了 看看 小鹤如果摆 摆侧面我觉得还是比较好打 但是正面的话应该是打不出来 他好像是要想要转了 哇 这个好难秒 突然好像有个不知名的人想我 连打 连打了两个分体 哦 翔哥正侧面14.6公里 机会啊 有没有核心 能不能拿到人头 就看这一波了 来了 来了 哎呦 好的 哇 三发核心 哇 他只剩2700了 海怪啊 海怪 海怪啊 海怪 5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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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机会啊 哇 看我给不给面子了 哇 我们家航母鱼类击过去了 对 我们家航母鱼类击过去了 但是我觉得能炮弹8秒钟应该够 来了 有没有 哇 航母惨不忍睹的投了鱼类 哎 我们炮弹比谁飞得快 有没有漂亮 该理所办呗 哈哈 海怪到手 哇 七十多万的银币啊 这个打了非常非常的6 27万的伤害 哇 呃呃呃呃呃呃 3900多的裸经验 太棒了 好了 那也是给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